他是谁?最新更新的情节中,魏国平在医学院发现了赵公子的影子,想不到学校里的实验楼,竟然是他捐赠的。可见此人的实力与背景到底有多强大,很难想象。这样一个有钱的富二代,背地里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,对待女性那叫丧心病狂,甚至还玩弄良家少女,这不明摆着危害社会的毒流吗? 而赵公子捐楼事件的曝光,竟让人发现一个小巧合,那就是碎尸案,还有薛家健的性侵案,都是在这所学校发生的。 案里说学校是最干净纯洁的地方,不应该出现这么多跟案件有关的事情。 可奇怪的是,前有赵公子捐楼,后有薛家健玷污多名女性,作为校长,竟然拦着警察不让查,不觉得很奇怪吗? 还有一点,赵公子是外地人,是出于跟聂宝华在生意场上的合作,这才来到这所城市的,很难想象。 这样一个外地人,竟然早早就给医学院捐赠了一个实验室,那就意味着,早在多年以前,赵公子就已经来过这个地方了,这跟蒋广上的威胁也达成了一致。 八年前的赵公子早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 除了赵公子之外,医学院最令人震惊的还是碎尸案,有人为了陷害薛家健,竟然把受害者的部分身体组织,藏在了他所用的教室里。 本以为薛家健是在侵犯受害者之后,在进行碎尸的。 可最终所有的线索表明,薛家健并非真正的凶手。 那就意味着,碎尸案的凶手还在逃窜,这时候谁要是抗拒调查,谁的嫌疑就最大。 还记得魏国平在薛家健教室里发现尸块的时候,就派人包围了整个医学院,但凡是男性都不让出校门,为此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。 惊动校方也是理所应当的。 如果按照正常人的角度,自己学校里出了密案凶手,作为领导应该积极配合才是。 毕竟他们要为所有学生的生命安全着想。 可奇怪的是,校方不仅拦着,还动用了省领导的头衔,逼着警方赶紧退出。 至于理由,校长只给了一个,那就是警方如此兴师动众,会直接影响到自己学校的名誉。 话说这里都发现尸块了,谁还会在乎什么名誉? 难道说学生的安全在他眼里,还没有一个名誉来得重要? 上面已经说过,谁在这个时候拦着警方不让查案,谁的身份就更可疑。 而对警察有着排斥心理的校长,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猫腻,是大家所不知道的。 至今为止,碎尸案的凶手还是没有找到,可既然尸块被藏在了学校,那就意味着凶手是学校里的人。 而这个医学院,已经出现了两个变态,而且都是对女性有着凌辱手段的。 校长竟然跟这帮人打交道,是问他或是什么好人吗? 就算不提薛家健伪装的比较好,可赵公子呢? 早已经臭名远扬了,想不到这种人竟然会给医学院捐楼。 可见他跟校长关系是非比寻常的,如果是好人,怎么可能跟赵公子混在一起呢? 晚点